好,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一个话题是关于九大工学 九大工学是哪九大工学 其实很多人都没有搞明白 今天简单和大家分享一下九大工学的来历 九大工学来历从英文当中来讲 它应该叫做Original 9 这个最早是由1861年一个皇家委员会出去的一个报告 这个报告调查了在英国最好的九所中学 这九所中学当中其中包括七所技术学校和两所走读的学校 这九所学校分别是伊顿工学 Charter House 哈罗工学 Rugby Sluisbury Westminster Winchester St.Paul AndMashin Taylor 需要注意的是很多人有一个误区认为九大工学当中包括St.Paul Goals 实际上这个理解是不对的 因为有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概念 就是1861年的时候 还没有一个完全的单性别的一个女子学校 可以被认定为顶尖的学校 那个时候男女还是不平等的 所以说这里要和大家更正一个信息 就是九大工学当中指的St.Paul 是指的St.Paul Boys 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 九大工学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定义 就像刚才讲过的一样 1861年定义的九大工学 但实际上工学 在英文里面叫Public School 专门指的是英国的私立精英学校 工学部分以皇室有关 或者是有一些较富有的社会人士设立 为他们的子女提供教育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英国私立学校都能够被称之为工学 一般的私立学校通常被称之为独立学校 Independence School 虽然工学没有标准的一个定义 但是历史悠久 注重人们教育 提供普通中学所没有的古典与宗教课程 注重体育教育和活动 学费昂贵 而且很少提供奖学金 由于教学质量高 而且大多数毕业生 最后都进入到油金剑桥 或者是成为政治或者经济金融业的精英 英国的工学 已经成为全世界富家子弟 梦寐以求的学府 工学其实最早的时候 是为比较贫穷的年家 或者平民的子弟 提供教育的场所 但到18世纪 逐渐发展成为贵族学校 入读这种学校的基本条件 并不是学费 而是家庭背景 校方被衡量申请者的家庭 是否符合学校的校风 也就意味着家庭是否属于中产 或者是贵族以下 才决定是否招收这位学生 当然 今天的九大工学 已经彻底的抛弃了 原来的这种 评估家庭背景的做法 大部分情况下 看的是孩子的学习成统 到1902年的时候 英国政府年间 列出了102间比较有名的工学 并把这些学校分为五个等级 可见当时等级划分的分明 工学学生 多数会选择在19岁的时候 进入到大学 现在的工学 被认为是 在英国成为了精英教育 在整个英国教育体系当中 在有比较崇高的地位 各个工学 都有各自的管理方法 培养的学生 基本都很受估 不同的工学 拥有自己特殊的传统 包括特殊的体育活动 比如说 橄榄球运动 其实是最早是 Rugby学校的一项体育运动 解释为什么 这个学校叫Rugby School 不同的学校有不同的校服 比如说一顿工学 和哈洛工学的校服 就是不一样 工学的学生 大部分都是boarding 住校 而且通常从11岁 进入到学校学习 7年以后毕业 完成A-Low 进入到这些工学 除了需要负担昂贵的学费以外 学生也必须在学术方面 表现优良 除外拥有良好的社会关系 也是很重要的 工学一般会有限入 选那些父母 或者是亲属 曾经就读过 这些学校的学生 这是关于英国九大工学 一个基本分享 和一个基本介绍 如果大家有兴趣 可以添加微信阿维码 我们可以具体情况 具体分析 好 白谢大家 谢谢